這集來到了苗栗 大家都知道苗栗的手工藝品眼鏡馳名 而且近年來手作體驗非常的盛行喔 這些體驗需要有一個必要的條件 就是一雙靈活的雙手 今天製作單位幫我安排了兩家手作DIY 他們想要來看看有力能不能成為 一千步的手作小達人 好 那我現在來暖身暖身啦 有力的暖身動作應該不會太誇張吧 但是這次的公益之旅讓有力好期待啊 第一站就到以農曆鄉的公館鄉 一進來就看到好大的這個喔 在日本神社才看得到的耶 跟我手上的稻草好像有一點像耶 這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呢就叫做祝聯繩 祝聯繩 對 所以祝聯繩是 在日本過年的時候要使用的 喔 原來是過年所以他們才掛在他們的神社上面 對 聽說祝聯繩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樣式對不對 對 我帶你進去看好不好 好啊 來 你看 好多不同的樣式喔 對啊 好漂亮啊 所以這個祝聯繩對日本人來說 到底有什麼很重要的意義啊 它呢有神聖迎新開運招福的含義 在日本就是過年的時候要掛這個祝聯繩 台灣掛春聯 日本就是掛祝聯繩 其實是完全相同的意思 那怎麼會在台灣有這樣的產業 對 因為呢在日本呢他們一年有機會下雪 他們下雪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探稻米 那我們的稻草人特別看到的是什麼顏色的 綠色的 對 是綠色的 就代表他還沒有結水 我們就要收割 收割後呢我們就要快速的烘乾殺青 然後再來做成祝聯繩 在日本呢他們象徵這個綠色祝聯繩可以帶來保平安祈福 所以他們在過年的時候都要使用 所以在日本使用的是喜歡綠色的 對 這是一個文化 因為呢如果是收割過後代表就是舊的 那剛剛有講過年的時候要掛 代表的是銀鑫 銀鑫就要用新鮮綠色的稻草 才有象徵銀鑫的意思 喔 所以有新的一年即將開始了 所以是翠綠色的稻草喔 對 就如同我們在過年時 家家戶戶都要貼春聯 祈求一整年的平安順利 而對日本人來說則認為這些稻 是神賜給人民的聖物 因此將稻草編織成各種樣式 在年節慶典時掛上祝聯繩來迎新祈福 剛才聽館長這樣講 它其實也算是一個傳統的產業 那我很想要問問看館長 當初什麼會想要做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其實從我媽媽開始 那我已經是第三代了 那我媽媽當初呢就是投資這個產業 那因為我媽媽一直很喜歡這個行業 然後呢已經跟這邊的環境啊 跟這邊的家庭代工 產生一個非常好的情術 那她就希望接下來我能夠接手 然後有傳承的概念 隨著時代變遷 這一下需要有專業技術 卻仰賴手工編製的產業逐漸示威 但成間後的館長 將傳統產業轉型成觀光工廠 積極的推這項工藝 讓祝聯繩的樣貌被看見 因為越來越少人知道這個祝聯繩 但是它對整個日本的文化其實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喔 是的 然後我往後看 剛才一見就有看到那麼多的樣式 所以館長它每個樣式不一樣 有代表什麼意思嗎 那其實就是他們在日本不同的地區 有不同的產品 像這一個呢就叫做四國地區 它的名稱叫做鋼山 那它還有一個別名叫做鮮內柱 就是像一個女孩子穿的裙子一樣 作為祈福用的祝聯繩 也是人對神傳達感恩與崇敬的象徵 不同的樣式有不同的意涵 精緻可愛的祝聯繩 由你也要自己動手做一個 開始來做祝聯繩 對 所以我們即將要做這個嗎 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 對 我們要做小的 因為你絕對做不出那個大的 都什麼要做 好幾個月都做不出來 我們今天要做的祝聯繩 就是我們這邊在做光光DIY的時候 我們提供給民眾做的DIY的活動 就像這個東西 小小的 我好可愛喔 這很可愛 可以拿來當掛飾 是 那我來教你們大家做 我們這邊做DIY很特別喔 我們是從完全就是稻草的原貌 然後呢要把你教你 教成做出像這個樣子 好 真的完全就是稻草耶 對 非常有挑戰性的一個DIY活動 你也可以聞一下稻草香味 跟我們一般在收割過後聞的那個味道是不太一樣的 稻草呢 如果你像擺放著不管它 它顏色一定會越來越淡 那在日本 會變黃色呢 會變黃色 所以在日本 就是如果燈光照的話 它顏色也會越來越淡 那我現在開始教你怎麼樣搓柱聯繩 那我們把稻草呢 平均分成兩等份 搓 捏住 就是要這樣子把它搓上去 看館長做好像很簡單耶 很容易是不是 你根本沒有一分鐘你就做完了 搓 停 捏 彈拇指捏 捏住 然後放回去剛剛的位置 對 搓 你好棒喔 真的嗎 你客套化嗎 真的 好 停 好 停 捏住 然後交叉的時候 距離遠一點 好 再搓 等一下喔 對 你好棒喔 所以我有當家庭代工的天分 有 你很棒耶 對初學者來講已經不錯了 我跟你講我們每次交一台遊覽車 有一半繩子都是我們在搓耶 真的嗎 真的啊 好 這樣馬上就抓到訣竅 其實只是一個手勢 你抓到了其實就會 就手感就會有了對不對 好 這樣搓好之後呢 要搓到 沒關係很棒 好 捏著 好捏著 我們一般搓好之後呢 我們 你如果是正確的搓法 好香喔 正確的搓法它是不會鬆掉的 然後我們才是 所以不正確的等一下說 它就會彈拆 然後我們就是打個結 這樣就完成了 好上面會有很多鬚鬚 因為稻草它的長度會不一樣 所以呢一定會有跑出來的 我們用指甲把它剝掉就可以了 讓它變成是滑順的 對 然後呢現在我們要把它做成像這樣子 就是把它圈起來 對 好像三個沒有辦法那麼長 你看這樣就可以捏著 對不對 捏著 所以從稻草不管是顏色啊 或是它的意思這個名字 然後跟它的線 這些都有避斜的作用 對 所以這樣就完成了嗎 對 然後我們要做修剪 因為我們這樣子你看 我們在吊起來的時候 會頭重腳輕 製作的基本技巧就是搓成骨 再編 綁 扭轉合成等 在乎的是手勁與豐厚的經驗 完成了我自己製作的柱連繩 對而且做得很漂亮喔 被稱讚了 對 我們一般民眾他們來這邊就是體驗這個柱連繩 倒邊工藝的珍貴之處 就在它無法被機器取代的手作溫度 在戳 綁 扭轉之間展現工藝之美 看著師傅們熟練的製作一個個的柱連繩 手上的傷痕記錄下了台灣外銷之光 接下來跟著遊歷我們前往下一站囉 跟著遊歷的腳步繼續前往怨禮鎮 有一處鳥與花鄉結合了奪文化香榮的園林 就在火岩山的半山腰 居高臨下的視野俯瞰了大安溪從基平原 讓我們用全新的角度認識這裡 小亭門向月斜開 滿地涼風滿地台 此願好談秋思處 終須一夜報情來 不覺得遊歷剛才特別有書卷氣息嗎 當然是因為這邊有山有水有瓷氣有窯場 還有處處可見的唐詩送詞 還有呢是需要用心體驗的園林美學走囉 眼前的這一座人文窯場 寬闊的空間中隨處可見到的是 精心擺設的庭園造景和建築設計 好像一座縮小般的農村 而桃燈桃湖桃噴點綴其中 空氣中彷彿都弥漫著一股迷人的藝術氣息 依君 我來了 遊歷你好 你好 剛才我一進來就覺得你們園區的名字好好聽喔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對 我們園區的由來其實就是因為 一對夫妻她 因為太太是一位插花老師 然後找不到適合的花器 所以就自己做那個插花的容器 就是我們這個園區的整個的理念 是從桃 從插花再來從桃開始的 因為一個簡單的想法 開始建構夢想中的人文窯場 實現了自己的花器自己做 不僅如此 花器上的花材 也在園區內自己種了起來耶 這個是什麼 好大的一棵樹喔 明明是什麼樹啊 這麼大一棵 這一棵是榕樹 榕樹 這麼大一棵你覺得它幾歲了 嗯 我想想喔 我猜它應該 這麼大顆 然後分支這麼多 應該一百多歲 哇你怎麼這麼厲害 沒有錯就是一百多 大概多個九十 九年到十年 九年到十年 九年到十年歲是 一百零九 對大約 哇那要跟它進隔離 是 我們園區的主人來到這邊土地的時候 其實是在三十六年前左右來到這一邊的 發現了這一棵大榕樹 所以搖主說沒關係 我們時常請師父 建築師父來做一個整修 也一定要讓這一棵樹留著 讓它也陪伴著我們 用尊重的心態去對待環境 它會在無形之中給予回報 就如同這棵老榕樹 伸展著它茂密的質感自由生長 還替人們提供一個乘涼的好所在 秉持著這樣的理念 園林的美隨著時間不斷被創造 這裡的每一天都發生著喜微的變化 剛才我們這樣一整趟園區走下來 我發現你們很多都是用黑瓦當作建築 那黑瓦這個材料它不是日本人的嗎 對 早期是大量使用是在日治時代 它其實也會搭配著荷蘭時期的紅磚 到現在還是都一直在使用的 我們棄磚法如果等一下有去看的話 那棄磚法就是沿用荷蘭時期的棄磚法 紅磚 黑瓦片還有門就會變成是 和民族所留下來的木板門 這三個不同民族所融入的建築 我們稱為台灣特色的建築 那其實很多地方都會有 在古社古鄉的建築搭建上 仔細一看會發現 古樸的風格有著紅磚 黑瓦 木板門 這些元素都是揭露著台灣 在不同時期被統治的歷史痕跡 以不同文化融合在一屋 一瓦 一磚 一石 還有水塘 回廊 街台 漫步在其中 瞬間掉進舊時代的歲月裡 好大一個窯喔 宜峻這是什麼窯啊 這麼大一座 是 這一座就是燒我們陶作品的柴燒窯 那其實它有很重要的幾個構造 第一個離我們最近就是這一個 裡面有放了木材 這個就是燃 所以這個是放柴的口 對 放柴的口 我們稱為燃燒室 燒木材的地方 我們再往後去看 好 這個小教室 這個有一個洞耶 妳覺得它 要來尋寶的 這邊是燃燒金字塔 來尋找寶藏在哪裡 還是金塊 有 找找看 有嗎 好大一個喔 所以這是做什麼的 對 其實尤里你現在站的地方 就是師傅會擺桃作品的地方 這是擺桃作品的 來 尤里就是一個完美的作品 要大概傳統的柴燒燈窯 已經相當不容易了 沒想到投窯的過程 更是用汗水與時間 換取窯內的爐火寸青 當相思木的灰燼熔點 達到1250度時 形成的自然回油 就會覆蓋在沛體表面上 燒出來的作品 會帶著溫潤的感覺 這頭彩似乎不是短時間內 可以學會的 要聽說你們園區還有一個寶 沒有讓我看到 好 沒錯 很大的寶 我現在就帶你過去 我們一起找師傅來 好 找師傅 是 師傅 嗨 尤里 我來找你手拉貝 完顏 完顏喔 有沒有體驗過 沒有耶 沒有 OK喔 我會教你最速成的方法 可以馬上學會的嗎 對 速成班 然後不會失敗的嗎 大部分都會 它空白都很久 大部分都會成功 好 拉貝機 以前要用腳踢 要用手搖 然後就是 才有辦法拉貝 所以現在就方便很多 所以是很辛苦 現在直接用機器帶動 好 非常的容易 OK 來 我先做下一個流程 介紹一下 等一下就由你自己來 好 等一下就換我 OK 好 來 我們要先聽示範 仔細聽喔 只講一次所以要專心 好 阿貝機不管做什麼 先定中心 定中心的目的有兩個 第一個通心鹽 通心鹽 就是陶土跟轉盤通心鹽 第二個讓它完全黏住 它才有辦法傳動 所以剛才你是把它壓上去 然後壓它 然後靠這個45度角有沒有 嗯 作用這個比較專業一點點 它起來了 對 它又進去了 搓螺 這個也是搓螺泥土 讓它 肌理溫度更順 可受限會更強 對於後續的創作會更棒 好 還是不會受傷 好 可以磨殺氣餃子 所以你的手不會那個 不會變粗 不要怕 好 這個階段就交給你了 指甲 指甲 跟指甲中間那個縫隙 對準這個圓心 感覺到手沒亂晃 就表示你有壓到中心點 這個 重點在底部 一定要留緊 所以我們的重心要 手指往下 對 感覺到你手沒亂晃 那是一種感覺而已 跟著感覺走就對了 對 重點在底部 好 不能壓到底會變成什麼 一個洞 望遠圈 真的耶 變甜甜圈 OK 我會幫你控制好 剛開始 好 新手沒有經驗 不要怕 這個叫基本型 有沒有看到 有 好 開始要變化 當你要大的時候有沒有 哇 馬上變大 好像在變魔術 溫柔對它 也不想做那麼大有沒有 這樣也很漂亮 對 變胖就這樣 變胖就撐肚子 健碩就有沒有 縮口有沒有 就把它往裡面 好 你看 師傅的手就像變魔術一樣 它這樣摸一摸 然後這個 手拉配就有不同的形狀就出來了 對 變胖有沒有 掐脖子 掐脖子 就變瘦了有沒有 有 看起來就像花瓶了 對喔 OK喔 這樣圓的可以直接成型 變盤子有沒有 還有可以用這個海綿 修飾有沒有 讓它修平 對喔 可以多以水分 泥漿不想要的手 好 OK喔 很好玩喔 好 看你玩很好玩 一樣 我不知道我等一下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個叫基本功 神來一筆就是藝術品 真的 歪掉的也是藝術品 歪掉的也是藝術品 對喔 OK喔 歡迎你來的 好 OK 很有自信 OK 好 來 這件工作服 給你先穿一下 好 這個藝術要先穿上我的戰袍 你看我穿上了戰袍 我這樣看起來有沒有很專業啊 所以現在師傅我們要從哪一步先開始 手一定要先沾絲喔 不管做什麼 隨時保持獅子才會任我 好 沾絲 對沾絲 來教絕招秘技 好 秘技 獅子 手拉胚的基本步驟可以從定中心點 開動 拉高到變化造型 隨著拉胚機的轉動 由內而外 由下而上 雙手與陶吐在轉動的過程中 漸漸的改變了形狀 胚體可以是腕盤 平翁 我想這就是手拉胚的迷人之處吧 他胖子OK了 看起來好像有這麼一點點的樣子 非常厲害喔 基本上我快失業了 你快失業了喔 所以可以來當手拉胚師傅了 這個手拉胚的手感好好喔 杯子碗花瓶 鼻筒什麼 斷掉了喔 它有一定的厚薄度 第一次體驗的人 剛開始都很多過小 最後土會碗內燒 全部都 就會像現實低頭做杯子 最後還是只能做杯子 對 已經彎得沒土了 沒關係 這個有時候很自然的曲卷 好 也是一種美 好 你想要不要做個花瓶 好啊 做個花瓶 對 好好做個花瓶 朝那個方向去創作 我覺得我的土又要失控了 慢慢 好 那就這樣 成功 OK了 這樣好看 好看喔 OK了 那才師傅講的神來一筆 就是這樣子 對 神來一筆 這個都你的土可以弄掉 好 有沒有指甲 可以弄一些指紋 指紋喔 對 很好玩喔 指紋了 對… 太厲害了 OK了 來 聽起來欣賞一下 好 這個可以拿起來嗎 緊貼的轉盤往自己的方向畫 讓它分離喔 來 我要把我的作品拿起來給大家看了 溫柔的往上看 OK喔 哇 哇 你們看 如果太那個的話 稍微 用手這樣 稍微 稍微把它弄一下有沒有 OK喔 好 來 大家看一下 有力的作品 你要有力量的 神來好幾筆啊 對對對 還有特殊的紋路 有師傅的加持 經過傳統搖燒之後 對於陶人來說 每一次的初搖都是驚奇 因為在燒製的過程中 殘火會在胚體上留下火痕或灰藥 產生了最自然的美感 如果在陶器上方再擦上園區栽種的花草植物 就是一盆帶有生命力的花藝作品了 每個地方都有它獨特的故事 用它們的大自然和人文寫自己的故事 苗栗公館香以農曆香 這裡有米香 稻香和傳承三代的 道邊工藝產業 代表祈福的吉祥物 珠蓮神 一根根交織著對文化延續的堅持 也創造了外銷日本的亮麗稱機 成為台灣之光 走進月里鎮的人文窯場 詩情畫意的江南亭園 紅磚黑瓦有著歷史的痕跡 刻寫的詩詞意涵著眼前的景物與心境 等待爐火純青之時燒出的淘氣 一切有如史外桃園的美好 都是我們的寶島 這就是堅持不懈 傳承公益之美的苗栗公館 苗栗願禮